大家好,我是小年 在2006年有一部动画特别适合成年人观看 他批判着整个日本国民、导演 还是日本人 自黑、自嘲、自我反省 但用这部动画影射了当代社会 这么有趣的日本导演 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不妨你听我说 敦子是一位出色的精神医生 因为他们团队发明了一款名叫DC的诊疗装置 可以进入患者的梦境 了解内心的故事而进行治疗 但是最近实验室的DC样机被偷走了 发明这个机器的人石田给敦子送来的这个消息 他被卡在了电梯内出不来 还是敦子用力帮忙才拔了出来 这次丢失的样机一共有三台 这种可以干到神智的机器 如果落入歹头之手 那么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加上由于是样机 还可以侵入其他在使用DC的人的梦境 事态严峻 敦子和石田以及所政都在着急地想办法 可是没想到却先得面临理事长给的压力 他一直反对DC的研发 另外人的梦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所以这次他可以借离发 为让敦子团队停止DC的研发 所长跟仪市长 震得面红耳赤时 却突然整个人变得神神叨叨 脑中窗户上跳了下去 信号树枝拿住了所长 所以只是暂时陷入昏迷而已 敦子检查后才发现 所长显然是被偷走的DC样机 入侵神智 导致无法分辨 现实和梦境 时点看到在所长的梦境中 有个娃娃的脸和同士兵士极为相似 这次案件 敦子第一个念头就是内部人员检手自盗 否则 更别说没有留下一点蛛丝马迹 敦子急忙赶去兵士的家中 却发现能早就不在了 但是却有一个神秘的通道 和通道内的景象 让敦子有些差异 并且他找到那个外观 和兵士有些相似的娃娃 在他准备翻过栅栏一坛究竟时 眼睛的场景却突然变成了高空 还有同时山内及时拉住了敦子 现在看来 连敦子的精神世界都已经被DC入侵了 敦子制药别人时 启用DC进入梦境 并且化成成乔皮活泼的红辣椒 这与他现实的冰山形象完全不同 在看到所掌精神世界开始扭曲时 他迫不得已进去梦境 强行唤醒了他 幸好只是有惊无险 但实验室内 很快又有两个同事 精神失常 加上DC样机 还没有被找到 理事长终于人无可认 下定终止有关DC的一切研究和使用 也在这时 敦子发现石田的衣服logo 竟然和冰士梦中游乐园的机器人一样 在石田的带领下 敦子找到了现实中的那个冰士娃娃 结果真的冰士竟然从天上摔了下来 他的头上还带着失窃的一台DC 虽然抢救过来 但是因为重伤还陷入昏迷 另外两台DC的线索 仍然还是没有头绪 本来只是实验室的事情 可很快 因为DC入侵的对象 已经从实验室扩散到了社会 目前开始不断有人神志错乱 所以警方开始进入调查 粉川便是这次案件的带头人 但糟糕的是 粉川在没过多久 也无缘无故陷入昏迷 其实 敦子和粉川警官早有联系 之前 敦子就给粉川做过心理治疗 他一直被一个梦境困住 而无法走出 粉川碰到自己在马戏团 追捕嫌疑人 只是他突然被台上的魔术师 给变到了舞台中央 随后舞台塌陷 粉川被吸入其中 是敦子化身的红辣椒出现 救下了他 但是 梦境一下子就进行了切换 一个面目模糊的人 此次地勒住了他 而救他的人还是红辣椒 这是被救后 片场又换成了在拍摄电影的场面 随后梦境来到了最后一层 在电梯被打开的时候 受害人倒在了粉川面前 看着逃走了嫌疑人 粉川却迟疑不敢开枪 想要追上去 却需要面对开始暖化的走廊 以前治疗时 总是会坠入无尽的虚空 而因下水感而被惊醒 但这次治疗和之前的不同 因为红辣椒拉了粉川一把 让他走到了走廊的尽头 可是定睛一看 才发现了一个受害者 竟然 是自己 而刚刚出现的场景 只卧是一场电影的镜头 红辣椒好奇的问起 关于拍电影的事情 结果身为警察的粉川 却能熟练地讲出 拍电影的细节 可突然 影院内就出现了 光怪陆离的场景 许多娃娃闯进了电影院 其中还有一个机器人 竟然长得石田的脸 这让敦子意识到 石田也被DC给录清了 他想要阻止石田前进 可却无济于事 现在的情况意味着 粉川的梦境也被人所录清 并且石田的梦境 还和冰室的梦境相结合后 才开始录清 红辣椒回到现实 回复成冰山每年敦子 开始和所长研究 关于石田的梦境 是如何被录清的 但是调查后才发现 石田的梦境是黑白的 他并没有在做梦 这个光怪陆离的梦境 主导近来是冰室 于是敦子决定冒险 去冰室的梦境了解情况 这个做法很有可能 会有去无回 在化生成红辣椒后 他发现这个梦境 总是那么光怪陆离 随着调查的深入 红辣椒发现这个梦境中 冰室并不是主导 他的梦早就被其他人的梦 入侵而被吞噬殆尽 如今的冰室只剩下一副 梦境空壳 不过红辣椒发现 原来幕后黑手 居然是对DC 有着反对声音的理事长 他的冰室空壳这边守护 似乎是不愿意被人发现 这个秘密 信号紧急切断了DC连接 残浪敦子脱离安全 可起醒来后的敦子 却跟所长就叫理事长对峙 但是他却看到理事长的脚 变成了树干 奴斗者 而旁边的所长也变成了山内 敦子也发现自幼变成了红辣椒 这意味着 他根本就没有回复意识 山内就是理事长的帮凶 看来剩下的两台DC 就是被他们锁到 红辣椒最后还是被理事长 他们给抓住 山内很早就垂涎敦子 其实敦子竟然喜欢 那个无趣的技术宰池田 他不能接受 可是在红辣椒 捅破山内和冰室的 不正当行为后 他开始崩溃 强行分离出红辣椒的现实人格 敦子 而理事长也在这时候出现 想要在梦中杀了敦子 虽然山内对敦子的感情有些扭曲 但这个时候却很有勇气地 和理事长对抗 不让他杀死敦子 因为DC装置的决心 所以现在梦境支配程度更加随意 任何梦境都能够相互混杂 所以还在梦境中的粉川 却无意中被一个神明年 又带到了那个电影院 他到过影院墙壁 来到昏迷的敦子这里 于是外面又开始上映着 粉川之前的梦境 只是这一次的梦境 竟然变得更加清晰和完整 因为那个勒住他的神明能 变成了山内 对方似乎有意戏耍着粉川 来到那个走廊上 淘宝的鲜衣饭 也变成了山内 只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一次的粉川 竟然有了开枪的决心 这算是他的心理障碍得到突破 最后 电影院的镜头变成了完结落幕 粉川抱着昏迷的敦子 拥吻着 而敦子在这时候清醒 可怜的所长 只能替粉川吃一耳光 最后一个镜头 因为放弃而拍了好久都没有完成 只有坚持考生的电影相关的血院 但却重病去世 粉川为了坐屋时 稳定了警察而违背了粗心 他总认为是自己恨死的知诱 更是没有在死之前 完成他的心愿 清醒后的敦子 迫切想要找到粉川警官 抓捕理事长 可是他心中还在担心自己 到底回到现实世界没有 可担心什么就来什么 那个冰尸玩偶 变成了巨大版 出现在敦子面前 敦子有些崩溃 但很快他发现 大街上的人类 竟然都是真实的 也就是说梦和现实 龙和乐 敦子化身的红辣椒 被独立出了一个人格 出现在所长和敦子面前 而那些还陷入低心梦境的人 在这个世界 仍然是以光怪陆里的形象出现着 所以 石田还是那个机器人的形状 只不过也是巨大版的 他找到敦子 一口就把他给吃掉了 并且冰尸玩偶 被他的火箭炮给打败了 就在石田机器人 想要对红辣椒继续下手 石田却因为眼睛 被一副横脸挡住 而事控撞到建筑内 可就在红辣椒进行安全的时候 一个半透明的巨大敦子 却把石田给拔了出来 红辣椒一下子就清楚了 敦子陷入梦中 他喜欢石田 这个画面就像一开始 他把石田从电梯里 拔出来一样 而最终的麻烦 也在这时候出现 理事长终于利用低心 彻底决心 他本来残废了双脚 竟然能够站立 这个妄想的主人 只能掌控整个世界 而红辣椒也明白 要对付梦境的办法 那就是现实 他掉进了石田的机器人身体 然后变身成了一个女婴 开始吸食 理事长创造出来的污秽 最后 连理事长也被吞入其中 世界得到净化 所有人都录去 从梦境中清醒 而粉串警官的朋友 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 没有人知道 可现在的他 已经可以从容地走进电影院 欣赏一部电影 可以继续尝试 自己拍电影的梦想 至于敦子和石田 则已经结婚 谁说技术宅 没有凡人之日啊 哼 片名红辣椒 其实这部动画电影 很多人都有所耳闻 他的知名度并不小 但是即便看过解说 看过原片 相信很多人都不一定 能够看懂 所以 我在剧情截图上 特地重新拍板了一下 结果可能显得 就不是那么的高深莫测 但如果在观看原片里 能遇会被导演 金敏的想象力给折服 金敏不像辛亥诚 可以给人讲述 虐心甜美的爱情 也不像宫崎俊 给人谈论梦想和爱 他就是他 只为跟观众探讨人性 以及社会关怀 除了在叙事描述的手法 极为高端以外 金敏在刻画公开 陆里的画像时候 更是暗讽日本当代社会 一流在最后的梦境 和现实融合 佛像 自由像 披上了各种现代衣物 这是一种神佛 被亵渎和抛弃的现象 在日本 甚至全世界各处 都有信仰 信仰和封建迷信 绝不会挂成等号 当信仰变成可笑 变成无厉头 那么一个人的内心 就再无束缚 日本作为自杀率极高的国家 金敏在刻画梦境 那些才是微笑自杀的中年大叔 因为生活压力 而认为死亡才是解脱 那笑容更是由内而外地感到轻松 自我死亡对他们来说并不可怕 反而不敢死 才是受罪 而敦泽李市长 以及红辣椒 更是可以连征一条线来说 敦泽在做巨大化时 做的梦 就是大胆地和十天告白 而红辣椒 为什么会跳进十天体内 那是因为梦境和现实本身 还存在界限 你可以在梦中是个盖世英雄 可以在梦中是个绝世强者 但是在你醒来 你就是一个普通人 所以最后红辣椒 跳进十天体内 更多的是承认 即便自己是活泼开朗 不是冰山的红辣椒 也喜欢十天 摘文化并不可怕 喜欢北斋也不丢人 那些在外人眼中的路色 竟是一个超技术程序员 这也是金敏想让世人反省 对他人的看法和评价 一个人兴趣爱好 绝不能上升到人身攻击 而当敦子和红辣椒彻底结合后 所诞生的婴儿 其实就是全新的敦子 而理事者 这就是那糟糕的统治者 他想实行独裁 而那什么都能推向的女孩 却是结合了十天飞渣的性征 未来的世界靠的是所有人 红辣椒的解析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这部被称为 最不可能影像化的题材 不是因为尺度太大 而是只有动画 才能还原出那梦境的神奇和魔幻 可能你会提到 同样关于梦境的导梦空间 两部作品其实平分秋色 但是在某种程度来讲 两部作品很难拿在一起做比较 甚至可以说 红辣椒可能会更生一筹 但知名度上红辣椒实际 远不如刀梦强大 可能是那陈锋的观念 动画动漫就是孩子看的东西 所以即便他们知道 这部作品很优秀 也不愿意去接纳 我是赵铃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评论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